你好 从我们来的 耶 眼前这群虐待羞涩的学生 是远道而来的菲律宾华裔青少年 4月1日来到福建厦门 走进华朝大学 参加2019年菲律宾华裔学生学中文夏令宁 他们将在福建开启近两个月的中文学习之旅 开营仪式上 华朝大学的师生们敲响由华人鞭排的24节令鼓 打起传统武术太极拳 令现场上千名菲律宾华裔青少年 纷纷拿起单反手机 记录下一个个精彩瞬间 我来是因为我想更了解中国的文化 我想体验住在中国的感受 此次夏令营活动 由菲律宾侨领陈永哉资助 祖籍福建泉州的陈永哉 是菲律宾知名华人企业家 他热爱中华文化 连续19年资助菲律宾华裔学生 学中文夏令营活动 当天陈永哉青年现场 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从2001年开始 已有超过1.5万余名菲律宾华裔青少年 参加夏令营 作为菲律宾华教中心主席 黄端明本身是在当地长大的第三代华人 此次带队前来不少细节 令他深受感动 三百六十多位师生落地 这飞机落到厦门家乡这个土地上 落到祖籍国这个土地上的时候 飞机上 学生高兴地欢呼声鼓掌声 我们很受感动 这个时候陈先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他走出机门的时候 回头 连连地跟我点头 然后联系说了五遍 后继有人 开营仪式上 中共福建省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刑善平 中央统战部乔务事务局局长许一鸣 出席并致辞 该夏令营活动 由福建省海外联谊会 菲律宾华教中心 及陈延奎基金会主办 花车大学 金美大学等学校承办